是無敵姿勢嗎? 對嗎? 現在有大危機了 所以,以神仰選手們的大危機 好,那接下來的比賽就是 蘇本要打Innomation 雙方都是來自於SKT戰隊的 我們來看他第一張地圖吧 木色之塔 好,我們來看一下出現點位啊 地圖來到了木色之塔 那出現點位上方,紅色的重組選手啊 就是來自於SKT戰隊的蘇本 很有殺氣啊,蘇本 而出現點位下方,藍色的人組選手 同樣來自於SKT戰隊的Innomation 現在韓國星際界也算是頭把交易的吧 蘇本上來選擇了一個提速狗開啊 而且是單框的一個提速狗開 是什麼意思嗎? 提速狗開之後,然後再選擇開基地 他是比較怕對方野外兵營嗎? 我看他第二個房子 加上加上這個開局啊 感覺他是比較怕Innomation野外兵營 媽的,剛才兩個人在比賽前有說有笑 沒想到那麼有心機 兩個人都那麼有心機 對呀! 對呀! 錄了錄了,你們不要急,錄了啊 Innomation非常正常的一個死神開 然後開二框 Innomation其實他 其實用大招的可能性啊並不高 因為他比較喜歡還是正規的跟你運營打 這場比賽主要是看一下 豬本有沒有領悟ZVT啊這個套路 因為從上一次他輸給碧雲來看的話 他現在的ZVT的套路還是停留在 重新置信的這樣的一個套路上 兩框跳飛龍的 現在怎麼樣? 現在會不會用三框的這個打法? 他用肯定會用直 用的好不好而已 這個狗速非常快啊 好,過來看一眼 因為上一次Innomation是中過了這樣的一個 吃過這樣的一個虧了 所以說他肯定會 肯定會看一眼你的二框有沒有 有沒有軍坦吧至少 你有軍坦的話就證明你已經有二框了 那外面就不可能有基地了 他在第一場輸給那個誰啊 那個蟲族的時候 就是被對方在環軌性港上 用這樣的一個戰術給擊敗了 野外的一個基地 然後五個蟑螂一出 直接把對手把Innomation給捅穿了 所以他在這一塊的話 還是紀律性來做的不錯 非常正常啊 都非常正常的一個開局 火車死神騷擾 然後飛機長好了 估計是那個吧 解放者 對 解放者 然後架位子 沒什麼太多的問題啊 欸 再上去看一眼 漂亮 這個獅子甩頭真的甩得漂亮 好了呀 可以了呀 看到你們就可以了 主要是來確認一下你的 這個二框的農民有多少 來判斷 你有沒有可能待會會打我一波 從這些細節上來說的話 Innomation的所有的細節都很到位 蘇本明顯是 現在回去練過了 他現在這個打法就比較適合於 虛空的這個版本 主流的一個版 主流的一個打法 整體防守來說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啊 防得非常到位 你火車根本就載不到任何便宜啊 火車霞 這點是沒有想到的哦 對 有 蟑螂 有點慢啊 五個女王直接過去 但是你如果五個女王全部出來的話 你會被解放者加得很慘 好 來不及啊 防空來不及 好看一下 蘇本的這個反應非常快 支持兩個農民 正面也擋住了 操作非常不錯 各種的紅雪各種拉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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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火戰狼 三個火戰狼四個 死在這了已經死在這了 這波可以說是 英能妹兄虧慘了 六個 六個火車霞 一個 那個 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解放者 換了六個農民 五個農民 可以說完全沒有賺啊 還有一些狗 讓少爺進行到底呢 欸不要上去 下面有防空的啊 欸對下來打 也佔不佔得便宜 女王太多了 這個防守 現在 CVT的一個 裡面最好的一個防守 五個女王 然後四個火蟑螂 但他的代價就是 他的科技比較慢 好第二個女王 有第二個女王嗎 我看他好像有第二個女王 好兩個女王上來 是兩個女王吧應該 兩個女王 哎呦 蘇本士沒有給英能妹兄任何的機會啊 他這套打法這套流程啊 非常的到位 碰上這種少爺的氣的話 其實 人族一點 就一點辦法都沒有 少爺不要任何東西 這時候英能妹兄才 三框才下 然後兵衣慢慢補起來 其實 在運營來說的話 其實已經 有點差距了 農民雖然不落後太多 但是前期投入了太多的一個 少爺的一個 一個資源 所以說導致現在英能妹兄的兵啊 並不多 壓得非常快 盾牌還沒好的時候就已經壓過去了 到走到對方門口的時候 剛好一攻一防 盾牌還在升級 他這波過去啊 主要是壓一下軍坦的 主要就壓一下軍坦 不要想太多 就軍坦壓了之後就可以回去了 說不定你軍坦都沒有機會壓住 哎呦 強打你 有點過了吧 對軍坦壓掉 對不對 軍坦壓掉 可以了呀 可以了呀 走了呀 這不要想了 這波也就只能做這件事情 其實後面坦克架開 在沒有 在沒有軍坦上其實可以一戰的 這波打完之後其實 還是蠻成功的 但是無法限制住蘇本的科技 現在蘇本科技太快了 這個 到比賽打到這個時候 對於 Innovation來說啊 只能夠選擇 多線的空頭去限制對手 然後自己家裡面不停的暴斃 三個坦克 有 這時候已經有那個了呀 有改暗蟲了 雖然不多啊 但萬一被定住一把 放過住一把 那基本上這波兵就全倒了 蘇本現在要拖 一定要把這個牛拖出來 軍坦慢慢清 在這邊慢慢架 不能貿然的上去 利用側面這段印書機啊 去騷擾對手 不敢上 現在不敢上 對 現在就利用這段印書機 好 再去組框 各種的牽制 你現在就看蘇本的這個 基本功好不好 如果不好的話 就像我一樣 會直接亂掉 欸衝了什麼意思啊 炸 又被搞 又被搞 家裡又被搞 火灶狼雖然非常多啊 經過這兩波的拉扯之後啊 牛已經可以開始造了 這盤真的是簡直是教科舒適的一個 ZVT的一個打法 打得非常好這一盤 打得非常好這一盤 蘇本現在只要把現在的這波蟑螂啊 稍微送掉一點 再憋出一些牛 憋出一些牛 基本上這盤就已經不可能輸了 這攻防 攻防上已經非常高了已經 完全不給你機會 欸 這邊不敢打 坦克沒架 好 架開 跑路 漂亮 你們要可以 你們可以注意一下細節啊 就蘇本這個兩個感染蟲 他從來不出手的 就在那邊晃 不到 不到關鍵時刻 絕不輕易出手 好 終於出手了 出手的話就要幹了 解放人全部打掉 又是奈斯反過 奈斯啊 直接張到馬上來 這波全吃 好了可以 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在家裡面的空頭也是全部都守住了 完全就沒機會贏得沒行這一盤 太強了 現在 書本 書本 優勢很大 優勢非常大 英東密集這個四框子肯定開不出來 你只要開四框我就頂你 你這四框子不可能守得住的 好 你要開始吧 那我就給你換兵嘛 現在反正我 我有錢 200人口 把兵換一換 直接A直接A 可以A了 解放人直接全部砸光 漂亮一箭雙雕 哎 怎麼還有一個 啊沒關係 這這都不關鍵 關鍵是猛上去啦 這波猛上去 不管怎麼樣都擋不住的 如果有感染蟲的話 波可能會被全吃 感染蟲在後面沒有跟上來 啊 啊 四框不可能讓你手 開得起來了 這個四框 你根本就不可能開 兵力差距太大了 而且兵種的一個 克制情況下來說的話 牛現在 在這個時間點是無敵的 你解放者 根本就站不住 你怎麼站嘛 解放者 好這波 這波狗 上了呀直接 想什麼呢 他在這邊蹭 你來 來就丟你 對的 來就丟你 你完全沒機會 這個時候 直接被A到家裡面去了 啊 這牛 歌起來太猛了 牛 GG 啊這盤書本打的真是好 完全教科書的 這樣的一個打法 大家可以 如果說沒有看清楚的 觀眾啊 可以 可以到明後天 可以去看一下我們 星際老男孩的 有空間站 或者是B站 都可以 去回顧一下 蘇本的這一盤的 一個戰術 如何防騷擾 如何防多線 在正面壓制的時候 如何退一下 然後再進攻 科技的一個時間點 牛出來的時間 每一個步 每一步我告訴你們 都是很到位的 我感覺 我感覺 英東美群有點打不過蘇本 真的有點打不過蘇本 蘇本 這個基本功 太恐怖了 啊 我的那個電熱水袋 又冷下來了 好冷啊 算了 看完比賽再去衝吧 1比0了已經 我們要看第二張 比賽地圖啊 是什麼地圖 1比0了已經 判斷 1比0.2比3 1比4 2比4 1比4 1比4 1比5 1比4 1比5 又是一张内双的地图,这张地图完全可以死神,三病死神的,看InnoMation怎么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尊敬点位啊,尊敬地图上方,红色的成功选手是来自SKT战队的苏本,尊敬地图下方,蓝色的成功选手,是同样来自SKT战队的InnoMation,苏本又是选择了一个提速5开。 单框提速5开,他这个开局是可以说很稳,可以防守你的那个死神,提速5开了之后,然后再下去开二框,这个开局其实我们并不多见啊,这应该说是算是苏本的自己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理解。 好,InnoMation还是一个正常打,正常的一个死神开矿,跟上一盘没有什么太多的出入啊。 其实刚才一盘,InnoMation输主要是输在前期的,他的这个骚扰并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并且是很亏,什么都没打到。 所以说导致他后面其实兵力不足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就是前期啊,太亏了。 这盘我们看一下InnoMation会怎么选择,他是选择还是选择前期骚扰的,还是选择跟对手打一个后期。 好,死神过来,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 他肯定要看下二框,这是他一个细节,他肯定要看二框,对的。 看到二框之后他还走,因为上次被咬过一次了,正所谓一招被蛇了,十年趴紧绳,就是这个道理。 上次他输的肯定很不甘心啊。 对于书本来说,狗输好了之后再下去开三框,他这开局也是非常稳,非常非常稳。 看下这盘InnoMation是否会选择。 诶,狗呢?前期一条狗都不知道这个。 好,终于有狗了,三框之后可以摆下了。 看这个飞机场是出什么啊。 给我感觉好像InnoMation要空投,应该要空投。 这本来他要换个战术。 三分四十秒的一个蟑螂塔,其实有点晚。 正常情况下的话,其实三分半,三分半放蟑螂塔,这个细节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打JVT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细节。 看下这盘怎么来守啊,怎么来守这个骚扰。 好,要穿多线。 六个火车,打正面。 侧面是一船枪兵。 这个枪兵应该是空投到二框去的。 正面又是火车侠。 我觉得。 直接打正面,全部直接打正面。 这就凶了。 等战朗,这个时候不能挤,等战朗。 接点运输机啊。 先点妹子啊。 哦,有点多。 苏菲有点忙不过来。 他的战朗打稍微晚了一些。 他如果说是三分半出蟑螂的话, 可能刚才那一波他有五六个蟑螂。 哎哟喂。 他也没点妹子啊。 火车侠又接了两个,我感觉。 被捅穿了呀。 火车侠里面混的这几个枪兵,DPS非常高。 啊,勉强。 我觉得勉强守住,勉强守住。 枪兵解决了就没问题。 因为火车侠的这个手有点短,可以跟他打操作的。 打完之后想反顶,但对手这时候女妖已经出来了。 你这个反顶完全没有前途了。 诶?不管吗? 不管吗?这什么情况啊? 他是觉得家里面他在续女妖,所以说他觉得家里面只要有一个女妖就能守住。 哎哟。 这位置。 这女妖并没有让什么便宜啊。 家里面有个女妖防守。 守住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这波反你还是有点凶的。 什么就。 啊,在这里啊,原来在这里。 但被穿了呀,感觉被穿了呀。 两个地宝还行还行还行。 这位女妖。 这位女妖打不动啊,这些狗蟑螂。 刚才第一个女妖如果说一只跟着就好了。 她太贪心了。 她觉得一个女妖可以少要更大的一个便宜。 太贪心了打的。 农民怎么说呢? 死的10,快要20个了农民。 21了已经。 这21个农民有点多了。 前面转的那波火车霞全部转回来了。 孩子被穿。 Oh my god,这。 还要死这些农民。 等你这波走完,飞龙塔都好了。 啊。 啊,我觉得英文运晕挂了。 这时候她肯定女妖要去骚扰。 但女妖骚扰的时候,飞到对手家里面。 对手的飞龙刚好出来。 你这招有什么意义。 好,女妖过来。飞龙七条已经在招了。 这,要飞龙起脸了呀。 这一波没有什么威力的。 不然这一波只要飞龙带有狗就可以守住。 女妖死的就没有什么威力的,这骚扰。 好了,飞龙起脸你告诉我怎么输。 强行换,强行换农民。 正面,回去吧,正面。 这波枪兵再被抓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啊,要被抓,要被抓,我感觉要被抓。 家里面枪兵应该出来接应一下。 家里面枪兵呢? 啊,被包住了。 这,不要跟我直接一波捅死了啊,这。 这,还好,还好,下面还有一波枪兵有点厚。 但这样打完之后啊,其实,已经,又是亏了。 刚才女妖送了就算了。 外面这波枪兵也没回去, 导致,现在家里面又被捅穿了。 本来这,你打一针兴奋剂回去也就没事了。 他已经不肯打,啊,家里面现在很空虚。 什么都没有,飞龙牵制很爽。 苏本现在,四矿开启,农民数量,三矿已经饱和了。 六十五个农民,运营的非常不错。 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 你根本就出不去啊。 你怎么出去,你告诉我。 这点兵,你出去又有何意义呢? 你根本就是想,正面啊,他把兵出门, 然后给自己家里面腾出一些运营和防守的一些时间。 只能回来,这时候只能回来,没办法。 再续一波兵,再出去。 这波就有点凶啦。 如果刚才不是被一波狗换了那么多枪兵的话, 其实这波可能会更凶。 没有独暴吗? 独暴没有速度吗? 如果没有速度,我觉得。 啊,没有速度。 这! 没有速度,nice,nice啊。 哦呦呦,点得漂亮。 有没有独暴了,还有三个。 现在必须要拖,必须要拖。 拖独暴的速度。 没有速度的话, 包起来太亏了。 虽然我觉得也能够,能够包死对方。 对方的兵并不多,但有点亏。 好,强行包起来,强行包起来,强行包起来。 独暴速度好了,那就硬能并就更加没机会了。 刚才没有速度都打成这样。 就是刚才那波枪兵,我告诉你们。 三个女要送了之后,那波枪兵还在那边绕。 回来其实就没事了,回来根本就没事。 如果说刚才那波如果能成功回来的话, 那Innovation可能刚才那波阻力啊, 多大概将近十五六枪兵。 那打起来就,正面就打赢了。 啊,飞龙骑连你告诉我怎么输。 告诉我怎么输着飞龙骑连。 妈的,一个队的打起来跟, 真的跟杀父之仇这样打。 太狠了。 这已经被揭死了,已经被揭死了,没有任何机会了。 已经一条线了。 主要飞龙的这个数量已经过了一个临界点, 你已经解决不了了。 Innovation还有各种操作, 但是已经没什么意义, 他已经知道自己输了。 GG! 苏本打得比较好。 就那波枪兵啊, 他的嗅觉非常完美啊。 就感觉你这波枪兵, 就在外面, 我过去打就能截到你。 这盘Innovation无话可说, 苏本打得真的是好。 好的,那我先断一下, 那我先断一下那个, 录制。 S-LIG 2016季节目, 今天是第3个季节目。